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又再度來到廣州街夜市的 廣州街20年老店 那這個是白中元老師吃過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這是吃別種的 老闆娘你好 今天吃什麼 今天我就要吃上次沒吃到的那個 鵝辣湯跟蝦仁煎 鵝辣湯跟蝦仁煎你好 對 對謝謝 還有一個鵝辣湯 謝謝 這次的鵝辣夠大顆嗎 今天鵝辣很大顆 真的齁 你有沒有吃鵝辣湯嗎 上次沒有咧 對對對 這次把剩下的都吃到 就比白中元老師厲害 因為他沒有像我吃這麼多 哈哈哈 不會還有你現在吃還好啦 欸 昨天上次沒有有沒有吃鵝辣湯 鵝辣湯有 喔這次很大顆耶 這個給你看 喔真的很大顆喔 吃下去之後就會很補啦 對當然補喔 欸 晚上就冰冰球啦 哈哈哈哈 欸 很大啦齁 像我也是很大 啊不是 那個年紀很大耶 沒有還沒年輕 欸欸欸 這樣好了嗎 O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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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用大顆的給你齁 真的齁 感謝啊 知道我很需要進補了這樣 等一下就要去前面相機找小姐 不是 那個前面相機看一看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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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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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開玩笑的啦 其實等一下還是要上班 哈哈哈哈 好那這個鵝辣就是很新鮮很肥美 這兩顆送給你的齁 喔兩顆送給 喔感謝喔 這個大送給你 喔真的喔 哇 喔 這樣 謝謝齁 特別要帶你齁 喔好 老闆娘 謝謝 感謝你 其實 鵝辣都很大顆了 好那就從這個超級補的鵝辣湯開始 那記得老闆娘優帶我說是比較大顆的 喔這次感覺鵝辣有腫起來齁 真的是比上次大顆很多 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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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的啦 吃看看 吃下去之後我想我整個人都充滿了這個鵝辣的力量 嗯 很新鮮很甘甜 感覺充滿了能量這樣 喔 感覺我都要腫起來了 啊不是 都快要大起來 也不是 吃起來就是滿滿的大海的味道 很鮮甜 好吃 好吃 讚 嗯很棒 喔剛剛都開玩笑的啦 那個最大最好吃 對 喔幾乎跟我一樣大 啊不是那個跟我這個 鵝辣湯裡面的鵝辣一樣大 喔很棒 好很推薦啦齁 那開個小玩笑不要建議啦齁 那這個鵝辣湯就很新鮮 好那 這個人覺得今天的鵝辣跟老闆娘的親切 所以就是滿分啦齁 很棒 你看送我這麼大顆的鵝辣欸 你們有嗎 沒有嘛 你看看看 吃大顆齁 我好幸福這樣 很好吃很新鮮啦齁 那沒有什麼好挑地的 非常棒 湯頭是淡淡的 但是這個鵝辣吃起來滿滿的海味 應該是講說鵝辣 因為它味道太濃郁了 所以湯喝起來 好像很淡 其實不淡了齁 我剛說錯了 就是有這個蒜碎姜絲 還有高蘸塔 喔非常棒 好介紹的差不多啦 不要罵我齁 剛剛那都開玩笑了 好很好喝 好很推薦好吃 好很棒 非常新鮮的鵝辣 好謝謝 蝦仁煎齁 謝謝 好那這次就吃吃看沒有吃過的蝦仁煎 其實南部有吃過了 只是在這裡沒吃過而已 它皮就是脆脆的齁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然後外面酥脆酥脆的中間軟軟的口感喔 然後蝦子很新鮮 有看到嗎 然後很傳統的風味 蝦子吃起來就是 香香的有點脆脆的感覺喔 但是天然的脆啦 不是那種 你想像那種那個 紅叉喔 不是 就是天然的這樣子 好吃了一半把鏡頭拉近一點 總之這邊的脆皮 蚵仔煎蝦仁煎就算是一個特色 好蛋很香 然後脆脆軟軟的 就是多了一個脆的口感 好好吃 好蛋就像老闆娘講的一樣 那個今天蚵仔很新鮮 所以是吃蚵仔的最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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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不怪啊 那邊外面也有啊 有嗎 應該也有 好那這個就是 白中原老師推薦的這個 店家喔 很好吃 夜市小攤啊 蠻好吃的 好那這個就是蝦仁煎的部分 要自己來吃吃看才知道了喔 好吃 你要吃蚵仔蜜嗎 有點類似這個 披薩的感覺啦 外圈 酥脆酥脆 好吃 然後分數我覺得是90分 今天蚵仔真的很棒 所以建議 來這邊就吃蚵仔的 以今天來講 好那老闆娘請問我今天的多少 好 150 好謝謝 OK 謝謝謝謝 感恩啦 謝謝你啊 讓我今天充滿了活力這樣 等一下馬上去找小巷子一個人 哈哈 開玩笑的 最後講的話都純屬虛構了 那這個就是蚵仔煎店的這個正面的樣子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那要看蚵仔煎的這個畫面 要看上一集啊 上一集已經拍過了